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 FreeMaker Video Converter的 它的這個影片切割切材功能 嗯 然後 因為我說的聲音可能比較小聲 所以這邊要把它拉到最大點這個 然後這邊720p觀看 點這個寬或全螢幕觀看 然後我會把這個教學的網址 就是貼在註解這邊 大家可以點一下就可以連到這個 教學頁面 然後 因為它這個 剪裁的方式跟那個 那個 這個 Formator Factory 格式工廠還有這個 這個 那個那個 NKV2Linx有點不一樣 所以說 我另外就是拆一篇出來解說一下 呃 這個是一個 蠻常用的實用功能之一 就是 打個比方你可以去掉 一個影片的那個 片頭片尾嘛 就是OP或ED 然後或者是去掉你 去掉那個影片不要的部分 去掉那個影片不要的部分 然後留下播放的部分 還有一個它有一個 那個順時針旋轉90度 這個 一般是 我是覺得用不太到 有需要的話可以 用看看 OK 然後就是 你就是這個 在載入 打開之後你載入一個 視訊嘛 這邊一個 然後 這邊都有一個功能 啊 這個就是預覽的功能 然後就是一些 我覺得這個在前面 前面幾片的視頻有解說過 但是我 我把這個 它的裁切功能 就是分離出來解說 因為它這個 稍微有一點 因為你如果習慣那個 格式工廠 或者是NKV TOOLINKS 的方式可能就 就是你習慣哪一種 可能對這個 要摸索一陣子 才有辦法理解 所以我出了這段視頻 教大家 怎麼快速使用它這個 切割的功能 影片切割的功能 好 就像載入以後 點這邊這一個 你就是 這個影片嘛 你就點進來加 它加入這個列表以後 它這邊會有一個 那個 預覽按鈕 你可以進 它會進入一個切割的 影片切割的一個視窗 預覽 或者是 它這個是旋轉90度 的功能 然後它這個 這個就是字幕的部分 好 它這個裁接功能 我試了一下 才明白 它這個是 去掉不要的部分 它就是去除那個 你選取的部分 然後去掉 去除掉 切掉 然後我這邊建議用那個 快件的方式 就是這邊這個 這個是切割功能 在這裡 切割功能是這邊 然後它這邊是 開始選取的範圍 看一下那個 它有一個英文 的快件 Ctrl加L 這個是結束的範圍 結束範圍是 ctrl加R 快件 就是指 就是指 按住這個 那個 Ctrl 加L 是指 開始的部分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 left 左邊 然後 Ctrl 加R 結束 是指 right 右邊的意思 OK 然後這邊示範一下 譬如這個 我隨便找了一個影片 它的這個 前4分30秒 是 那個op 然後後面的 然後 4分鐘左右 就是那個 ED 片尾 然後 我現在把它 切除掉 去掉 那個 一般 那個 格式工廠 和那個 MKV2 Ninx 它是直接用 數字輸入就可以了 就是片尾 輸入這邊的 10分秒 到這邊的 10分秒 它就會留下這一段 它這個就是 用一個那個 這樣其實也是方便啦 就是說 用一個那個 像這樣一個 那個切割界面 這樣子也是OK 也是蠻方便的 只是說 我摸索了一陣子 才知道怎麼用 好 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就是你 在這個最開頭的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圖 這邊 這個地方 按一下Ctrl加 那個R 好的之後我們就把它移到 等一下多少 4分30秒 29號也其實沒超 然後它這邊這個 Ctrl加L 加R 對不對 R 它有出現的這一段 好了之後 我們就是點這裡 切掉 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減下選取的範圍 就是Ctrl加DL 你也可以Ctrl加DL 但是我是覺得用按的 用這個點的就可以了 點一下 有沒有 它就把它切掉 再來就是到片尾的地方 到這邊 片尾的地方 你要切掉的部分 片尾唱歌的是在 稍微 這裡 一樣 Ctrl加DL 按住 點一下 好 你注意看一下 這個它會有一個 藍藍的 一個 已經有一個線出來了 然後 然後你再把它拖到最底 拖到最底 你可以拖拉 多拉幾次沒關係 把它拉到最底 然後再按住這個 你也可以用點的 但是我建議用快鍵 因為我那時候用點 有時候用點的會死小 Ctrl加R 選取了 它這段藍色選取出來之後 再來點中間這個 把它剪掉 這樣就好了 然後就好了 然後就會剩下 四十六分鐘五十五秒 這樣子 就是把它剪掉 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我們就把它點這個 OK 然後就是 點這個OK 好 這一個就是那個 旋轉九十六個功能結束了 就好 切好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點OK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看到 它的時間已經變少 然後這個 小筆的功能 就是我之前說過 它就是存檔名稱 檔案的存檔名稱 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點你要轉換的MP4 格式 啊 前幾 前面幾篇有解說過 就是 MP4跟MKV 在轉換上還是有點區分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影片的說明 我解說 它像這個就是 它這個就是 影片嘛 它這個字幕是寫死式的 我們就把它轉成MP4就可以了 這樣子 它已經寫死在裡面了 就點這個 這樣子 OK 我這邊再示範一下 讓它 加深一下印象 就是你載入一個視訊 然後這邊打開 它這邊 五十四分 四十九秒 點一下 然後再開合地方 這邊 零零零零 十分 秒 零零零零零零 然後這邊 你可以點這個 或 或是按Ctrl加油 我這邊建議用快鍵 Ctrl加L按住以後 它會有一個線出來 然後那個線出來之後 你再把它拖拉到 四分 大概三十 這個是三十 有時候這個就是 會 拖拉有一點 不太準 沒差 就大概抓一個位子 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剪掉 CTR 那個Ctrl加L R 這一段 然後站 就是 由這邊到這邊 就是那個 left 左邊 right 右邊 這一段 然後站中間 這個 剪掉 然後片尾這裡 然後拖拉一下 就這個地方 我們就Ctrl加L 然後出現一個線 然後把它拖拉到尾部 尾部這邊多拉一點 好 再Ctrl加L 又 按錯 Ctrl加R才對 唱歌的部分在 唱歌的部分在 這裡 Ctrl加L 然後拖拉到這邊 Ctrl加R 有了嗎 這個藍色出來了 然後再點中間這個 剪掉 然後這邊就會變成 00 16分37秒 好 之後我們就把它點OK 這樣子 這樣子就檢查完畢了 看一下這邊的時間 就 就已經 那個 有 減少了 然後再來就是 轉換 轉換到你的設定 這邊低速 這邊就是我的那個 1280x720的設定 然後就 轉換 點一下這樣 點一下這樣 OK 那麼 這一段 3 Maker Video Converter的 Converter的 它的影片的切割剪裁功能 就解割到這 呃 如果不太了解的話 你就把這段 視頻再看個兩三次 然後實際上操作就 就應該能 那個理解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 OK